靠近城门的方圆一千万仙力地狱 乃是仙民们的居所 剩下的地狱 则是由仙气萦绕的平原 河流 峡谷 森林 湖泊组成 在这些地狱内 有富饶的仙矿 炼丹仙药 炼气材料等等等等 由于懂得丹阵气浮四数的仙人极少 故而那些材料和仙药可说是应有尽有 唯独仙矿由轩辕仙城城主府掌管 外人不得擅自开采 否则将会被诛灭九族 当然 若有仙民寻得了矿源 便可向城主府邀功请赏 谭云对轩辕仙城地狱清楚地了解了之后 在飞行途中发现 下方街道上络绎不绝的仙民中 有十分之一羽化境的凡人 其他人则界为伐仙境 谭云清楚 这些羽化境的修士也好 伐仙境的仙人也罢 都是内城中将士的家眷 智游还有仆人 此外 谭云在飞行时 还发现有些釜底之上 有以仙力凝聚而成的绕行二字 而这些气势恢弘的釜底 乃是军中高层所在 当然了 这些大小不一的釜底 只是军中百夫仙长 千夫仙长 少将和副将的府底 至于仙将上将的府底 则被允许建立于内城之中 仙将以下的军中高层 只有等级仅升仙将 方有资格在内城中建立府底 老大 要多久我们才能抵达外城方式 外城方式距离城门大约八百万千里 以我的速度 一天半便可抵达 谭云消霸 左手提着楚潇洒 便急速穿梭于一座座宏伟的楼阁之上 途中谭云进入冥想 来到鸿蒙世界中的谭府内 将收了一个小地 还有进入轩辕仙城的经过 悉数告诉了谭府内的众人 薛紫燕文言盈盈盈一笑 经商好 这样我们便可以挣很多很多的仙石 来购买修炼资源了 众人亦是点头称诗 哼 待我们开设商铺之后 我们分工合作 有的寻找炼器 炼丹 炼服 还有炼镇的材料 有的负责照看店铺 我就暂时负责炼镇 一旁审宿兵为言 忽然有些神色担忧 夫君 若有一天得知 你带着我们 偷偷进入了轩辕仙城 会不会触怒 轩辕仙城的高层 放心吧 不会的 若被轩辕浩空得知也无妨 我们又不识奸细 怕什么 嗯 也对 是我多虑了 好了 等我找好店铺之后 我再让你们出来 欣赏一下轩辕仙城的美景 谭云笑了笑 便退出冥想 提着楚潇洒继续飞行 一日 夕阳西下近黄昏 外城方市 位于轩辕仙城外城 仙民们居住的地域的中央地带 这方市占地方圆百万仙里 整整齐齐的商铺 酒楼等建筑 遍布街道两旁 显得颇为繁荣 方市街道上 仙人传流不息 有的闲逛 有的在目标明确寻找所需之物 方城中央 是一座鹤立基群 高达六千丈的宫殿内落地建筑 商铺总行 仙民若想开设商铺 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接受转让的商铺 另一种 就是在商铺总行询问 是否有商铺出租 若有 付过租金便可租下来 之所以商铺总行 有出租方式 所有商铺的权利 那是因为商铺总行的掌托人 那是轩辕成竹府的管家 这时 两名颇为英俊的青年 迈入商铺总行之内 二人自然就是谭云和楚潇洒 一名身穿商铺总行 伙计衣服的青年 笑迎谭云二人 二位 我叫王渊 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谭云一眼看出 对方乃是罚仙境九重 彬彬有礼抱了抱拳 上仙你好 不知方式可有商铺出租啊 哈哈哈哈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昨日刚有一间商铺 给推了出来 这商铺分六层 顶层可居住 下面五层可出售货物 不过地段有些不太好 在方式最深处的一条大街上 不过优点就非常大了 每层空间皆达八百兆 别说是做个小生意 就算开个小型拍卖会 那空间也是绰绰有余啊 此外 地段的缺点 并不影响你们做生意 毕竟顾客几乎都是仙人 他们是能通过仙石 找到你们商铺的 此外 你们要租的话 可一定得尽快定下来 否则稍以犹豫就会被别人给抢了 毕竟这商铺可是有限 非常抢手 啊 这商铺很满意 说说租金吧 哈哈哈哈 好嘞 合约是一千年 每年租金一百万下品现实 什么 一百万 楚潇洒瞪大双眼 谭云也皱起眉头 百万下品现实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无疑是天文数字 没错 是一百万 并且是年付的话 才是一百万下品现实 若是月付马 每个月是十二万 此外 一旦签订合约 中途可以转租 但是要经过我们商铺总行的同意 若中途解约的话 需赔付年租金的十倍违约金 也就是一千万下品现实 是这样的 我们出来乍到 身上没有这么多现实 不知可否用物品抵押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们只收现金 你一个先罚进一间的穷逼 没现实还在这浪费别人的时间 一道刺耳的嘲讽 从谭云身后传了出来 谭云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他缓缓回头 但见一名法仙境三姐 身穿紧袍的少年 迈入了商铺总行之中 我们要提供一下 你会带的买卖 我们要提供来